原大金表示将会在7月中旬之前完成百分之百的收购越南第一证券 原大金认为将会由原大证券对越南第一证券以总金额1260万美元完成百分之百的收购 未来越南将会成为原大金发展东南亚市场最重要的海外基地 原大预估将会在两周之内完成收购计划 感谢收看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就是在今天交渐指数中场大涨170点之后 我想投资朋友应该可以快乐度过一个周末 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在市场里面随着大风大浪的一个信息 不晓得投资朋友在今年上半年的行情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展望 下个礼拜一回来就是下半年了就是7月1号了 所以今天廖老师打算用一点点比较轻松的心情来跟大家聊后续的盘式格局 我认为我们所说的正所说的全面平反行情今天在尾盘 这个将近一笔就是拉开白点左右的价差 那应该是相当确定的喔 那因为尾盘 措手不及的向上突袭的动作 也让台子齐后的一个逆价差一口气放到234点喔 那投资朋友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就是说台积电跟TPK在下个礼拜的填权席行情 如果能够顺利填席 那指数的空间会快速的进行一个逆价差的一个收斂喔 那像今天一个盘中 我在中盘的时间点11点钟左右 提醒我会没有说 这个盘式格局不要 千万不要任何一点点念头 你去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尾盘就一个向上突袭极拉的动作 那因为逆价差放大到234点 我想下个礼拜回来 或者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对于这一波放空 好那 有人在拌坏轿啦 但是你其实可以避开这一波的行情啦 在真的是太漂亮的一个手法啦 来投资朋友在昨天之前 这个月KT还是死亡交叉的 那没有想到在今天尾盘 三天的时间一口气拉抬了400点 也让月KT死亡交叉的一个风险 正式进行一个化解 那我想我是在唯一这个盘式格局 今天你可以看到 任何一个细微波脉络跟气氛上面 以及到今天收盘为止 大盘走势会这样走 全市场只有刘老师一个人看对啦 好那所以我觉得 我知道很多的投资朋友在今天 这一根长红K拉上来以后 那大概对于刘老师跟大家报告 投资朋友我们不是约定好说 8500点的天险竟然这么刻意的 花一点点时间让他排除了 那这8500点的天险排除来 是用来未来要过的 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那不是约定好了 要去布局一个千点向上的主针段吗 可是谁谁谁谁 什么媒体又告诉你说什么 那你就错过这波行情 有很多股票砍在低档区 那我觉得你现在心情都不用急 不用乱好不好 一定要把这盘式格局看清楚 好在也因为今天尾盘一个拉台 刘老师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我可以轻松去度一个假 你可以看到刘老师过去一个礼拜以来的解盘 虽然故作轻松啦 但是你可以听到刘老师 真的是压力很大 才会莫名其妙有点点小感冒 喉咙痛 今天这个拉台的动作 可以让刘老师好好的去度个假 我礼拜六礼拜天 会带我老婆出去潜水 好会员朋友你终于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我们的坚持是对的 好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好投资朋友 约定好要去布局这千点 高空过高的主身段 好这不是 只要是地球上的每一位分析师 每一位正常人 都耐不住的啦 手脚绑不住就是空下去了啦 好刘老师是外星人啊 好我纳美克星人啊 为什么 总之朋友 我想跟他报告到的是说 你所看不到的东西 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你看到 好那我想要跟他报告的是说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操盘手 你要想办法培养到这样一个实力 看到今天这尾盘 三天的时间会搁400点这样的走势 所以 接下来下半年 下个礼拜一回来 这是下半年了 我知道你很想 听听看 刘老师关于下个礼拜的一个盘式格局怎么规划 那我会在今天的盘后稿 那写给我的会员朋友看 那关于下半年的一个行情规划 大概有分两个面向 一定要规划好 第一个 考证朋友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国际当中最重要一个变数呢 好叫做QE 那假设这个QE的起点点 在下个礼拜能够顺势的站上 你大概可以很确认你的 泡沫其实是严过其实 美股后续是绝对还有高点的 那接下来第二季的 下半年的规划 在联准会 已经放出一个讯息 仅说只是一个烟幕弹 只要经济数据跟不上来 它就会在额外再扩大 供再过买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是国际股市的一个规划 那下半年的波形的规划 你一定要把它 当做是你重要的一个看盘基础 我会把国际的经济情势汇整在 这一份表格里面 我的盘后稿里面 那投资朋友从下个礼拜 7月1号回来 借壳挂牌的警示股的法令额修正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一波 有一些风险比较高的股票 你还是不要去追逐啦 那 我认为 今天的走势已经非常明显告诉你 下半年你就找一些大型肌肉全职股 好好的把它操作 按着这个交易的价差把它操作好就好了 那也面临了除权洗荒用计 那甚至于马上也要核四公投了 所以我会给大家一个日线图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把这些因素 那以及周线这里已经确认55周变盘转折了 其实我在交权指数收盘在7898点以下 我就告诉大家额外再下去就是又空洗盘了 下个礼拜回来大概在7月5号左右 交权指数正确的一个逆价差大概在40多点左右 所以我不断的在我的节目当中 不断不断的提醒你 不要有任何一点点念头要去做空 好 好 老师朋友 你现在看到这逆价差200多点 好 我知道你压力非常大 下个礼拜不跌 只要这个170点左右收斂起来 三天的时间 台指期会断头一次了 好 所以为什么刘老师一直跟他报告到说 这个是在道琼公益指数大跌350点的时候 媒体那一些 一些 喜欢把一些怪力乱神或者是全球经济面 把他讲得很夸张 很像怪力乱神 然后也 其实我很喜欢看这个节目啦 但是我是把他当成娱乐的一个心态 好 好 那350点出来之后我就说 好 在我听 看到媒体说这个盘式格局要崩盘 短底就从这里开始 好 就从那个位置点加全指数 道琼公益指数没有什么低点 直接大涨三根长红K上来 好 所以刘老师一直跟他报告到说 投资朋友你要是看着电视媒体 有办法去面对这个盘式格局 那你自己操作是很好的 好 可是我不认为你有办法去 做到一个类似像操盘手的一个责任 好 这么冷静 好 投资朋友其实 就是刘老师比你的压力比你还要大 天崩下来了 你觉得刘老师很冷静 过于乐观 告诉你说 三天之前要你重压大买布局这些股票 向他们喷出嘎空 好 其实我的压力比谁都还要大 但是我要坚持我所看到的事情啊 要去面对你们没有理性 自己把股票这300点往下下杀 好 那你不认为一个操盘手 应该就有这么客观冷静的帮你去度度 接下来的盘式格局吗 所以下半年的行情 如果你还没有掌握到的 我会把我所说到的这些现象 好 全部把它写在我的盘后稿 今天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解盘 好好的 我会写在我会员朋友的盘后稿里面 那也许利用今天这个机会 让大家认清一件事情是说 投资朋友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获利方程式 才可能面对这个礼拜 加减指数哦 这样一个向下杀盘 再拉400点的一个下影线 好 主力实务户群 以及我所说的正所税全面平反行情 原来主力原来控盘者 早就已经计划好 那把一个陷阱设局在这边 诱着大家跳下去 好 这个市场里面 唯一在这一波行情里面 把这盘 描述得这么精确 看到做到买到 甚至于在昨天 还提醒到大家说 投资朋友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一些现象不太对了 首先日线图加权指数 是一个导撞反展的跳空 好 那它叫做 是唯一有效的缺口理论 这个是刘老师九把建法里面 好 跟大家报告到 投资朋友 你常常会听到所谓的缺口理论 那其实 我对于缺口理论是根本嗤之以鼻的 为什么呢 刘老师跟大家这样聊 你有没有发现 道雄工业指数从来不会有缺口 因为人家K线的季线方式 就是跟昨天的 这个连续线形图把它结合在一起 甚至以为我简单举一个例子 就是加权指数的连线图 如果是首盘加连线 来做一个呈现 它也绝对不会有缺口 那你分析缺口干嘛 所以 投资朋友 缺口的方向才是重点 不要在听市场上面错误的分析 什么缺口一定要补 什么缺口回补的迷思 唯一有效有意义的缺口 叫做倒撞反展的缺口 其中有一半的缺口 都没有任何价值形态上面的意义 好 结果加权指数在昨天出现了一个 倒撞反转的嘎空缺口 那刘老师说 这个形态一出来之后 那应该是一个多头向上强势 嘎空的一个向上走势了 因为逆加差太大 那因为联电已经跳空喷出涨停了 那我说联电跳空喷出涨停了 我说那你要开始去注意哦 我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跟他预告哦 半导体族群 陶安之光的联电如果涨停了 代表张忠谋董事长代表联发科 那你看到了他喷出两根涨停之后 除了加权指数这个跳空倒撞反转的行情 会喷出补涨一根实体非常非常常嘎空的中长虹 好 同志朋友 这个是加权指数 那 唯一有效的缺口 投资朋友 你不学 你要去听别人 讲一些是是而非 然后 唯一最没有理论的 缺口理论 但是真正来了一个导宠反转跳空缺口 你在放空 好 加权指数按照我们规划 噴出去了 好 同志朋友 可是你看到联电喷出了两根涨停板 你看到盘中联电喷出了两根涨停板 你会重压大买谁 这是昨天 联发科 群联 是 我只有 我会有一个群组是只操作一档股票 或两档股票 好 如果你是上班族 你根本不必看盘 我只有全年从头到尾之后 一档股票 两档股票 我昨天告诉我 会没有说 一千万的资金分成五笔 每笔两百万 你全部一千万买满 只买两档股票 一档叫联发科 重压六成 一档叫群联 今天几乎两档股票都喷出涨停 所以刘老师会这样跟大家报告 我今天再跟大家 这个位置点呢 是在6月24号的时候 直接买进重压两笔资金 甚至于到今天我们盘中 还进行一个加码追降的动作 这个都是昨天分析的一个脉络 那刘老师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讲 但是我想 投资朋友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整整一整年的行情 没有赚到钱的投资朋友呢 你一定要找到您自己的获利方程式 那因为你有稳健的获利方程式 你就可以直直细细地去分辨说 这一波是假的洗盘 好前几天你要重压大买 然后如果一千万的资金 短短三天的时间 你已经单单靠着一档联发科 赚进11%到14% 什么意思 你一千万的资金 只花三天的时间 你赚140万 好所以 投资朋友也许上半年的行情 你都错过了 那今天展开这个 我的分析的规划 我只是想说 其实 获利真的是有方法 那 问题是你自己 一定要有你的获利方程式 那没有找到这个 获利方程式的投资朋友 我觉得 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调整回来 因为 我刚刚已经分析过一个脉络 我想 有一些分析的因素 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8月份会比较难操作 可是会有一波平反行情 所以下个礼拜回来 7月份 将会使你非常重要 要一口气去布局 尤其 外资只要做期限货 去收敛那220点加差 他就赚不完了 好 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上节目之前 外资一口气买了 一万口的台子期货多单 好 爱康加好戏啊 接下来盘氏格局 你要交给谁 你自己去回想看看 好 会员朋友刘老师 会跟大家这样报告 可以好好休个假 也放刘老师两天假 好不好 好 这个盘氏格局 转为为安乐 那盘氏格局 我们的获利方程式 将会是下半年 全年度里面最大的赢加 那如果您 在这段时间里面 整整半年的时间 都还没掌握到 操作技巧的投资朋友 那我想 你只要 稳稳渐渐用获利方程式 刘老师想办法 稳稳渐渐的 再帮你 赚尽一整年 好不好 好 那后期盘氏格局 怎么看 以及 怎么样再赚2张宏达电 休息2分钟之后 廖老师去帮他解析 极美生计 试用索取 0800-023-333 或上网搜寻 红薯蛋白HC加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固德投顾新闻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 固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固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拥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常用家具引领时尚品味潮流 2013年设计精品全面展出 常用家具内湖旗舰馆 87918327 爸爸 俄牌气密窗 专业复合是岛块 十米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俄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男友 歡迎來到我們現場 廖老師跟大家報告一句話 就是說 這則訊息是 下禮拜回來就是7月份了 那 這是民國101年的7月6號 等於說是整整剛好是 一年之前 然後 那 你不必擔心接下來的盤式格局怎麼變化 那你先聽 劉老師一句話 我說 你要準備去掌握後面一波行情 那 7月份非常重要 下個禮拜非常重要 不過 這個7月6號這個位置點呢 是宏達店的這個位置點 是宏達店的這個位置點 好 有沒有可能有人可以空下來 補最低 反手做多 賣最高 補下來 補在這裡 反手做多 賣在這裡 強短做多 出 強短做多 好這個位置點出掉之後 看看看看看看 放空 補在三天之前最低點 等待宏達店的買點 他一定是神對不對 劉老師不是神啦 我只是有我的獲利方程式啦 那所以劉老師想要跟大家報告到說 嗯 投資朋友 有很多的投資朋友到今天為止 已經整整 一年 我說 我舉例以宏達店來說 你把資金放在這裡 然後完完全全不撥一半的資金 短價差這個交易 有行情我們一筆一筆加碼 然後 價差來回做 可是如果真的沒有行情的股票 也要來回 更要來回價差操作啊 所以你不必擔心賺不到錢 真的要空 劉老師說 為什麼不帶你放空喔 今天你知道原因的啦 好 你們會認識 做空賺的這一 賺的快這一句話 是看了誰的節目啦 好 你今天知道為什麼非要你 傻傻的 好 長黑做多 今天這根長紅黑終於出現了 好 可是你有沒有一個超盤手的一個覺悟 決斷去面對你自己的資金呢 沒有啊 三天之前砍在波段最低點啊 好 所以 投資朋友劉老師一直跟他報告喔 來 昨天跟大家預告說 如果真的要做期貨喔 把台積電的基本面分析清楚 好不好 好 不要再ABC了喔 0.618已經站上去亮出來了齁 加權指數是主升段 好 欸 投資朋友 我們不是低檔區已經買滿到2比3比齁 這是今天早盤的時刻點 站上外資停損黑客的時候 還強迫會員朋友 你已經買到2比的人 還要再加碼到第三比 好 政府偷襲對不對 好 好 難道我沒有在這裡預告你嗎 好 那既然外資停損全部都被吃走了齁 接下來補一點亮人潮 我說的該風主升段就出現了 好 那這是大力光 好 那廖老師說 從 4月24號的710到這裡 好 那 其實 如果真的撥斷股 該 不斷加碼 堅持住的 我也幫你 不是每一檔股票都類似紅拿店喔 紅拿店 來這個是3月18號的時候 帶你做多 好 3月18號的時候 是重壓大買到 也是逼近滿膽喔 可是我們前一次 在5月10號母親節的時候 我們告訴你說 我們幾乎已經全數出清了 好 在這個位置點喔 後來覺得時間波不會漲 就把資金挪出去了 甚至於反手進行一個不空的動作 那投資朋友其實你股票不要多 那 我講的紅拿店的這一波的操作 這樣一整年來你已經賺了兩張紅拿店啊 好 我們需不需要每個月 一輪沖天炮 好投資朋友我認為那種沖天炮 前面6個月你已經每個月看到一檔代表做了啦 總企業回來齁 我認為這種是因為 主利食物群因為正所稅關係 所以 所以跑去做這種股票喔 那 既然 正所稅天炮取消了 不會有這種現象出現了 好 我們就堅持台灣之光幹令股就好了齁 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的獲利之保證 可是 投資朋友 既然答應幫你再賺兩張紅拿店齁 就的會員朋友齁 那廖老師認為說 真的會秉持著認真我的誠意 好 去幫你接下來布局大好的半年 就的會員朋友齁 那 我們今天的升級序夜是適用的齁 那如果您認同廖老師的理念 然後 真的也股票不小心砍錯了 手上有空單的 真的想要按照廖老師所說的 就是想賺錢 好 那 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獲利方程式 否則 你的夢想也是3D列印啊 好 我們逐夢要踏實 你還沒找到自己獲利方程式的投資朋友 那廖老師會希望你贏在起跑點 在下半年的第一個月份喔 廖老師真的會展開 很認真的去幫你去掌握這個行情 好吧 我們所說的正所說的平反行情要正式展開了 好 那 也許你已經錯過了前面 原來不小心就一半不見了 好 那 問題是我們後面講的700點 而且千點規模只是最小的規劃啦 那 不論是舊的會員朋友 好 或者是劉老師所說的投資朋友 那 有需要 有任何股票方面的問題 好 那我想 可以在7月的第一個禮拜 我們贏在起跑點 有任何需要我們服務的地方 直接洽詢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我們下半年再見 謝謝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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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在看我吗 你在看我吗 你还在看我吗 用眼过度了 儿童越早近视 度数增加越快 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 两岁以下儿童避免观看荧幕 大于两岁儿童 每日不超过一到两小时 增加户外活动 亲子共同预防近视 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最结实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固德投顾新闻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固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固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拥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资程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意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盈 拥有提货股票双振兆 实名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资程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双合最美 代代相传的鸟语花香 园立和平 2948-3988 园立和平 你有消费的疑难问题 或争议申诉吗 请过